民進黨有些民調發現啊 好像蔡英文的支持度 慢慢的追過這個賴清德了 主席怎麼看 因為他現在是現任的 他抓住這個權的 所以過去他也當黨主席嘛 所以他的佈局上在地方的佈局上 他的人馬多 那像台南市黨部啊 民進黨的台南市黨部 他已經就已經關閉了 宣布關閉抗議 那是因為賴清德在台南嘛 所以他的主委是跟他有交情的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現實問題 蔡英文現在得抓住這個政治權利 所以他必然靠他的人多 替他說話的人多 但是這樣的一個選舉啊 對民進黨來講 他是個分裂狀態 這個我本來沒想的這麼嚴重 結果現在越看啊 這是選舉真的會害人的 活力加溫的 選舉為了勝 大家真的變成世仇了 未來都世仇了 我看賴清德先前還比較溫良公儉浪 在黨內啊 但是現在火力整個升級了 但是這個我可以體會到 因為被打壓的人會 因為我們都有這種感覺 我過去其實我也很溫良公儉浪的 其實我也不是喜歡動 對內嘛 那是被打壓以後 那個整個一個氣貌起來啊 就覺得說那只有我只有拼的 對不對 我那個時候記得 你應該知道三一是世界 我們是新連線 新共產黨連線 那時候還在國民黨內 對我們並沒有說要去把那個什麼顛覆啊 我們沒有我們只是把那些不對的 我們有有膽量說出來嘛 這是個性格嘛 對 結果你居然去搞一個那個 做貫道的 然後圍我們 發動群眾 圍我們 這個是適可忍 殊不可忍 所以把我們的鬥志擠出來 逼上梁山 假設沒有那個三一四啊 後來的十八標 對 我還沒有這樣的一個鬥志 是 所以可以看到的 民進黨現在的內鬥上面 也已經落實到基層區的對立了 是 那國民黨當然也一樣了 國民黨一樣是還比較好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像吳敦義啊 在這個國民黨最沒錢的時候 還要去籌款的 不容易 這個是不容易 他能夠做 有些人還把吳敦義罵 我是我是會體會到 對 因為做一個黨主席 每天還要去籌款的一些募款 這是要跟人家低頭的 是 那我能夠看到吳敦義 這樣的一個在困難的時候 他站出來 而且這一次他用所謂徵招式初選 基本是顧到幾方面 沒錯 他能夠忍得住啊 而且是很有耐心的 因爲什麼呢 因為你假設只有徵招 那你把人家要參選的朱立倫 是 那怎麼交代呢 那他是 他是合法 他要求 沒有錯的啊 但是你突然是徵招 就把他們的權力排除掉 那他想個辦法 嗯 說大家一起來 初選 一起來初選 那你不來登記 沒有關係 這是我政黨的 對 這個命令 我為了政黨的發展 你是我黨員 所以我徵招你參與初選 是 那大家初選的結果 最高的啊 那個就是代表 對 政黨 所以像國台銘出來 對 那基本上他不需要開秘密會議 是 要密商的 對 因為你出來也沒有保證你一定上啊 是 所以他不需要密商的 反而是徵招 他反而要密密協商的 是 協商以後就是徵招他 只有他一個人代表 對 那所以這些過程上 吳敦義在正式處理上面 我的評論就是 姜還是老的老 沒錯 因為他的政治歷練 讓他能夠懂得如何 不要把事情弄的僵調 弄的對立 反過來 民進黨卻是弄成僵局 僵局 本來應該也可以是目視的 很平順的去解決的 但是吳敦義的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 基本上是非常正確的 那麼對新黨來講 我從開始 我從來沒有挺任何一個人 我開始就說過的 藍營不要泄氣 藍營的朋友們 你們要有信心 民進黨實在做得太糟糕了 那麼民進黨內部又有基層的一種對立 所以正好是我們的好機會 我們不要去管國民黨的家戶士 他們怎麼選 大家都來都去 我是韓粉 我是什麼那個郭粉 都不對 你們去做你們的 你是韓粉就投韓 你是國粉就投國 你是王粉就投王 豬粉就投豬 那最後大家就比一個誰多了 沒錯 只要最後推出一個人來 我們全力支持 所以新黨的態度 我們歸國民黨的家務 是我們並不介入的 可是我們不斷地呼籲 大家要有信心 我們必須在最後推出一個人 不管是哪一位 只要他是公平競爭下推出來的候選人 我們全力支持 在2020絕對會勝 我們絕對會重新拿回政權 我們我把國民黨也當作我們 因為我們都是一家 我們也都是藍營 都是藍營 所以大家要充分信心 不要擔心